梁磊 辉煌跟荣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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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過去在講的就是一個池場 都是在真空裡面的 都沒有在講說 在界子裡面產生的池場 那但是我們在當時在講電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電界子 對不對 那電界子就是 如果是在一个电介质里面 不是真空的时候的话 那整个这个机制上面 它的电场的强度 是什么会改变 因为为什么 因为电介质本身 它会有这个polization 那polization会把电场的效应 把它减弱了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的话 在自然界里面的话 这个跟池有关系的部分 也有一些物质的话 跟电里面的话是相似的 但是它的情况比较复杂 跟电里面 电里面的话 就是直接就是polize 但是在池里面 就会发现 我们这个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那有一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的 你们最熟悉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 小时候呢 常常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譬如说 你还只有一个滑夹 然后把它拿来 弄一弄什么 那个磁铁的话 然后那个滑夹就可以吸东西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本身 这个滑夹里面的话 是有铁的成分里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我们这些介质的性质呢 其实它分为三种的情况 一种就是铁磁性 一种是顺磁性 一种是反磁性 所以它的情况 比电的情况 还要复杂多的情况 那换句话说 假设我现在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 我说有一个磁铁 那NS级把它放在这里的话 那我们说 这一根铁钉 OK 这个是铁座的 这铁钉的话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铁钉会怎样 铁钉会怎样 这么简单的 小时候都玩过的游戏 居然没人敢回答 铁钉会怎样 会被吸住 对 会被吸住 它会被吸住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面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根铁钉的话 它有重力 但是它会被吸住的情况 只要磁铁的 磁性够强的情况 反过来 我如果这个钉子 是铝座的 那会怎样 这个都是 有那个 alumi的窗户 那铝座的 会不会被吸住 不会 OK 那铜座的呢 铜座的呢 也不会 但是这两个 其实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 这个铁铁呢 放到这上面来的话 我们会发现 最铜的部分的话 这个磁性 一弄下来的时候 它不是吸引力 是一个刺力 它是一个 仿磁性的物质 这个是白磁 OK 这是铁石 那铃呢 它刚好是 磁铁放上来的时候 它就会 它的磁性呢 会变强 它是一个顺值 那 这个磁铁拿走的时候呢 它跟铁 唯一不同的 一个件事情是 如果铁的物质的话 磁铁拿走以后 它里面还有一个 残留的磁 在里面 就像我刚刚讲的划夹 那我可以用这根划夹 再去吸引其他的铁钉 但是铁的话就不会了 那我们接着就 针对这样子的三种物质的话 我们来看看这三种物质 怎么产生 还有它的物理现象 还有它的整个 产生的一个原因 那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 如果 有一个环 这个环啊 其实是我们上一堂课 上一次考试已经考过的环 但是呢 好像大家会做的很少 因为我的结面积变成是什么 方形 就不会做了 那安培回路定 安培定理 居然不会用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环 如果我把它缠绕 我说我把它缠绕 然后这边呢 接个电源 那如果 要更精致 比较准确一点的话 我的switch 就把它放走 那我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假设 在这个地方 我用一个另外一扎的保线 然后呢 我接一个 减流剂 或者是 charge 的 测量它的多少charge 那我现在整个装置做 把它弄好以后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装置 我switch 就把从off呢 现在把它变成on的时候 那on 一下来以后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先把它off on再off 好 那你把从on把它打开变off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说 那你会发现说 这上面的电流 它会趋近于零的 因为本来有电流的现在变成没有电流 那这里面的d5 dt 也会随着时间来改变 因为原来有magnetic flux 现在你把它off以后 突然间这个magnetic flux 就产生这个改变了 那这个改变呢 会使得这里面的charge 也产生变化 所以q的大小是跟我们的这个 这个fluss的 单位时间里面fluss的变化量是有关系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 如果我们这样测量的话 这是我们从理论上面所推达出来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既然你已经知道 这里面有fluss 那你就可以用安培回路定理 你去把fluss的大小 把它算出来 OK 你做一个回路 那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安培回路定理的话 v.dl v.dl 就等于μ0i 那我们每一个加导线都是i的时候的话 我说这时候的b0啊 就是等于2πr μ0i 但是它现在有n加的导线 我把n写上 OK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也是我们理论上面可以推导出来的 然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是 假设这里面这个core 里面我装了一些material 那装不同的material进去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 里面的fluss fire fire本来就是你的v.ds dds是什么 dds是你在这一个截面里面 所通过的这个磁通量到底是多少 那磁场乘上面积就是磁通量部分 那我们会发现说 如果我把里面的介质改变 第一种我会发现 我改变了介质以后呢 我的fluss OK 会大于原来根本没有介质的时候 而且是远大于它 那这里面的core 我就说这样子的介质 叫做phelomagnetic OK 它是铁磁性的 那第二种呢 我把它放进去 我发现 我的fluss 是跟我原来没放任何东西真空时候的fluss 相比较的时候 只是稍微大一些些 并没有大很多 那这差别差在哪里 这个会是10的四次方五次方以上 这个只是一点多倍 OK 这两个是有明显的差别的 那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叫做paramagnetic material OK 那这个叫做顺持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第二种情况的介质放进来 第三种情况的介质放进来呢 它的fluss呢 它的fluss呢 并没有比真空的时候来的大 它反而小 以真空的时候 那这样子的一个介质呢 我们就叫做diamagnetic 这是反磁 反磁性 OK 那这三种介质分别 对应不同的产生的因素 然后我们为了要把这整个放进来以后的磁场 也就是说我BR 它是在介质里面 我已经有放进去介质了 那b0呢 我们刚刚讲的完全是真空的时候 那你把这两个东西 我们把它比较一下 v比d0 那你现在你相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 先定义一个copperm 那copperm的话 你们如果去回想 当时在 电介质的时候 一样有一个copper 那那个copper呢 就是电场对应真空的电场 那我们把这样子的copperm 叫做相对的磁导力 那你现在你可以看到 copperm 它其实是等于 对于真空的情况 那照这边的定义的时候 我们就 这样可以知道 第一个 如果铁词的时候 那 那 这个copperm 就是 也大一 OK 那 第二个 顺词的时候 那 copperm 是 大一 而已 那我们可以看到 反词的部分的话 那 那 copperm 是小一的 所以 你现在你可以大概 知道 这个copperm的情况 那 平常我们 在写的 这个 mu0 这个是真空时候的 permability 好 所以 我们把 papam 乘以 mu0 我们把它定义 叫做mu 那 mu的话就是 permability 就是 一个material 的permability OK 那 这个permability 的部分的话 它的单位 换句话说 你如果 没有 健忘的时候的话 我们当时 在 店里面的话 我们 一样有一个 copper 那 这个copper呢 乘上 一雄0的话 就是一雄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是 这个copperm 是对应 磁场 它乘上 mu0的话呢 它就是mu 的情况 那 它的单位的部分 unit 那 你就可以 看到 那是韦伯 对sr unit 来讲的话 那是韦伯 安培 然后乘上 min OK 所以 如果 如果 在一个 戒指里面 那 我说 那 这个 这个环的话 我的 L save inductance 的话 那 我就马上 我可以看到 它是等于 2pi r 然后 mu0 n平方 a 这是在真空里面 我现在要把它改写成2pi r mu的位置 mue0的位置 现在被mu来取代了 这个是 在一个戒指里面 OK 所以你会发现说 在一个material里面 它的save inductance 到底变大变小 就看你里面塞的是哪一种戒指而言 好 那 一样的 我们说 这个 慈密度 magnetic energy 那 你 energy density 好了 那 energy density 我们说 mu v 是等于 1 2分之1的 mu v 平方 原来在真空里面是mu 现在 你一样的 要把它变成mu了 OK 所以 到底 我们的magnetic energy 的density 变大变小 也完全要看 你塞进去的戒指而言 那 它已经不像 店里面那么一样的 单纯的情况 就只有一种 行为 polilation的情况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那 到底 你这个 这三种戒指的部分 它 产生的原因最大的不同 是在哪个地方 那首先 我们现在我们看 我们说 第一个部分 我们先把 magnetic moment 它 会影响 受戒指进来的影响 那它影响的东西是什么 它影响的是 magnetic density 还有 magnetization OK 这两个物理量 那这两个物理量 那我们先来把它定义一下 我们先看看 这个 磁化率 的部分 magnetization 的部分 那 magnetization 呢 我们的定义是什么 它其实是跟 你在算 电的时候的 polization 定义差不多的 magnetization 的定义就是 单位体积里面 OK 有多少的 magnet moment 你把它加起来 换句话 它就是 magnet density of dipole moment 那 magnetization 的部分 的话 你既然已经知道 是跟 magnet dipole moment 有关系 这个是dipole moment OK 那接着我们就要看一下 你现在magnet dipole moment 的定义是什么 magnet dipole moment 的定义是什么 magnet dipole moment 9号 来 magnet dipole moment 啊 啊 dipole moment magnet dipole moment 如何定义 一個magnet dipole moment 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我 19号 这东西不会让上次的考试白考了 每个dive for moment 29号 来 很好 有一个电流i 围的面积是a 那m或者是mu 因为我们现在这边mu已经被我们拿来用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是用m 就等于i乘上a a是它的面积 所以你用右手定着你的m 这是你的每个dive for moment ok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的是 所有在这个material里面 你把它当成一个一个小的电流 然后它的每个dive for moment 全部把它加种起来 你就是你的magnization 那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molecule 的每个dive for moment 是非常long的 非常long的在排列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一块的介质里面 你的每个dive for moment的方向 ok 是混乱杂乱无章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说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你total的每个dive for moment 是等于0 那total的每个dive for moment 这个等于0的时候 就是你的magnization 它是等于0 那句话说 我们把这个叫做大m ok 这个大m是等于0 它的定义 ok 这是第一个 你所知道的 这个跟我们在讲 这个 这个电介质呢 是有相同的一个物理意义的 那如果我现在 有一个物质 这个物质呢 我就直接把它视为一个 棒子好了 那我说 在这个棒子里面的话 我们 上面缠绕了 一扎一扎的导线 那这个导线呢 它有一个电流 IC ok 那换句话说 如果是照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 这里面的磁场 IC的部分 ok 它的磁场 但是 你现在你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是真空的话 那这个是长子导线 不是长子导线 长子的螺旋旋管的话 那V的话是一个unit 那你知道 V是等于μ0 乘上这边的单位 单位长度的扎数 然后再乘上电流 IC的部分 就IC ok 然而我现在 我把 里面啊 塞进去东西的 这有戒指放进去的 那戒指一放进去 加进去以后 你加进去戒指 放进来 再塞在这里面了以后 那我们会发现 这个B啊 原来是V0哦 现在你要改变了 那改变到什么 就是改变到B了 那改变到B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说 实际上V变到V0的时候 V0变到V的时候 我可以想象是什么 想象里面的磁场改变了 那磁场改变的部分的话是 我说 依照安培定理 V.DL 是等于μ0R Total的电流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我在这里面 做一个安培的回路 这是我们之前 我们已经做过了 就是把横截面 把它拿出来 然后你做一个回路 在这个位置上面 那深度 然后穿出来 就是在直径的位置 穿出来 OK 那你就会发现说 在这里面 所通过的电流 I.Total 本来V是V0的时候 I.Total当然就是IC 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但是 你现在看到 里面把material加进去以后 我的V 已经变成是由V0变成V了 那现在的Total的电流呢 除了IC以外 应该还有一个电流 是我在目前里面 原来我没看到的 那这个电流 才会把我们的 这个安培回路电流 继续的吻合 这样也没有问题 因为你的I B0 已经变成是V了 所以你Total的I 应该里面还有一个I S I在哪里 I在它的surface上面 我说 这里面应该还有一个I S 我把它 画起来 一样是绿色的 应该是放成其他颜色 没关系 那这个IS呢 它其实 就是在这个material的表面 我们叫做surface的color OK 那换句话说 对这个surface current 每一个surface current 你都是一个回路 所以 对每一个surface current而言 它都有一个magnization 换句话说 因为 你现在把material加进来以后 你加了material 那我们会发现 它的magnization 现在 Total的ballin 然后summation mi 那我们说ballin是等于 这个是截面积是A 长度是L A乘上L 那里面的magnization呢 一共是N仨的导线 那这N仨呢 我不知道是多少 但是我知道 上面每一个的电流都是I S 那我知道它是I S 乘上什么 乘上它围绕的面积 截面积是A OK 所以理论上面这个N啊 你现在AA消掉 就是L分子N I S 这里的I S 其实就是这边的I S 那我们看到的IC 其实就是这边 这个 恒截面里面 所穿过的电流 那 在理论上面 这边我们没有把N仨放进来 你如果现在要把N仨 先拿掉 没有关系 你就会发现 基本上面 I S 是跟M的关系 已经跑出来了 那既然你跟M的关系 跑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什么写 我们可以把I S 实际上就可以把它写成 M DOT等DL OK 换句话说 这个关系是 我可以进一步把它表示成 V DOT DL 就等于 这边少了一个Mu0 Mu0 I C 再加上Mu0的M DOT的DL 那 换句话说 你现在 你把这个物理量 所谓的Surface Current的部分 你已经把它表示成Magnonization的物理量 我可以再进一步来把它写一下 就变成V减掉Mu0 先提出来 Mu0 V 减掉M 就等DOT DL 就等I C 这整个关系的部分 你会发现 左四是只有 IC而已 右四是只有IC而已 那左四这个关系 这个物理量 我们进一步把它表示 表示成H H H就叫做Magnic Intensity 换句话说 我现在 我可以进一步的表示 变成H dot DL 就等于IC 那这个 就跟我们在电学里面 一样 电学看到的是什么 你看到的这个关系 你看到的这个关系是呢 在电学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 我说 当时我们用平行板 下去举例 我说原来 它的电厂 是1 OK 后来呢 我加了一个 Bioretic 那电介质放进来 然后这边感应 这边感应正 所以你有一个Polidation P OK 那这整个Polidation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加电厂跟没加电厂 有加电介质跟没加电介质的 这个Polidation 一熊的部分 跟一熊零之间 它们的差异值就是我们 一熊比一熊零 就是等于我们的Capa 那后来我们就慢慢把它推导出来 里面的原来的电厂 一零 变成 由于有Polidation以后 你里面有产生方向的一个电厂 那你一减 减掉以后的话呢 1的电厂的部分就变成是 变小了 OK 就是变成 这个是电厂1的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实际上 它是Total的 D值 Displacement 就是一熊零加T 这个一熊呢 D呢 就是一熊零的部分 那我们本来 我们在高师弟里 告诉你的是什么 1.ds 就等一熊零分之Q Total 这是在这个Service 高薪Service里面的Total的Charge 那现在因为你有在 不是真空了 这个TotalCharge 要把PolidationCharge放进来 所以我们会发现 你的E.ds 是跟你的TotalCharge 是FreeCharge 再加上InducedCharge 那这里面这一项 就跟Polidation相关的 你回去再查一下 所以这个 跟这边 是一模一样的 一个 这个物理的一个 推导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 也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看看到 刚刚我们原来 V.dl是μ0的iTotal 现在我们因为把H定义引进来了 H的部分是等于 Mu0V-N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安培定理 就可以直接写成 H.dl 就等于μ0iC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里面 你看到 这个安培定理的 安培回路定理里面的 在回路里面的 Total的电流 你只去计算 这个 Colent呢 是属于ConductionColent OK 那Colent我们就不管它了 那个SurfaceColent 完全是因为感应产生的 SurfaceColent 我们就不管它了 就跟 在这里 你到最后 你写出来的是D.ds 就是Surface 那是Q的Fleet 就是这个Fleet的Charge 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这边已经没有 1Mu0 这等于Ice而已 1Mu0已经把它拉过来 好 就是我们在 整个安培回路定理 有这个Material 跟没有Material 的一个整个结果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那有同学也许会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老师我们在 之前 计算的时候 在讲安培回路定理的时候 还有一种情况是 不是Ice而已 还有一个是什么 DisplacementColent 就是在两个 这个电容里面的 位移电流的部分 那位移电流怎么办呢 我们说 如果你更精准的去写 这个Mu0 I-Total 这个I-Total是 包含的Mu0 I-C 加 SurfaceColent 再加上 DisplacementColent 那 这个DisplacementColent呢 在有I-C的地方 有些形式就变成 用ID来表示 所以实际上 我们说 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ID放进来 也就是 这是DisplacementColent 一个电容 然后一个导体 那你会发现 在这周围的磁场 跟在这里面的磁场 那这里面就是用I-C来表示 在这里的就是ID来表示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之前 讲过的一个比方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电跟磁完全 通通是要放在一起的 所以有些地方 你如果前面还没有搞懂的 一定要把他前面的地方 把它拿过来 复习一下 不然的话 你就会永远搞不清楚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请举手 那没问题的请举手 没问题的请举手 只有几位同学没有问题 那其他的同学呢 最大的问题不是上课听不懂 是不够用工 是不是 还没有把他拿 把以前的东西已经忘掉了 电池的话是 以前的东西绝对不可以忘掉的 他是一连创一直在 连续一直下来的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 你们到这里哪个地方有问题 如果都问不出问题来的话 那我就要继续了哦 好 那你现在你看呢 我们说我们这个是 V除以V0是KM的部分 那这个是相对的持统力 那我们接着我们知道 在这边我们已经看到了 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我们的M 我们的M 实际上呢 它是影响到你的磁场的大小 要的因素 也就是说 这个戒指本身 这个戒指本身呢 废石里面的磁场 可能是增强 而且增强的非常大 也可能是变小 所以我们把这个Morganization 这个值 我直接把它定义 定义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V这个物理量 其实是跟里面有没有戒指相关 没有戒指是V0 有戒指是V 那V跟V0也许是大 也许是小 但是 H这个物理量 这个是磁场强度 H这个物理量呢 却是跟里面的戒指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看到 H这个物理量 这样 右边的式子是IC 右边的式子是IC 所以你看到 H.DL是等于IC 或者加上displacement 你看不到 挂里面有没有戒指 都不影响H的值 换句话说H的值在这个 这个介质本身对H的值是没有大影响 所以我们说我们的meganization M我以其来跟我的原来的磁场相比 我直接就跟H来做比例的部分 那这个比例常数就是Ki Ki是我们物理非常重要的一个常数 叫做磁化力 你以后你在实验室里面 你常常看到就是 你全部你要去得到的一个测量出来的值 就是磁化力的部分 那换句话说 你现在你就可以进一步的看到了 我说V的值是等于 Mu0再乘挂号的这个 H的值再加上M的值 OK 你可以看到 这边我们的定义 这个是H 所以H的话 H是等于Mu0分子B减M的部分 所以我们B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那你又知道 Mu0 这个H跟M的关系 把它放进来 KiH 所以我们知道 这是Mu0 E加Ki的H OK 那我们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这一项 B加Ki 这一项 实际上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Mu0 乘上 Tapa 就是这个KiH 然后H 换句话说 这个就是 我们说的 我们把它定义成MuH 可以 Mu的定义 就是Mu0的KiH 也就等Mu0的 E加Ki OK 所以你从这里面 你就更进一步的知道了 开人大眼大一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 你这个 我们这样讲好了 真空的时候 真空的时候 开是等于 OK OK 那 顺持性的时候 因为它是大一的 所以 这个KiM是大一 所以Ki是大一 这是对 顺持性 OK 然后 再来对铁持性 对铁持性的话呢 KiM也大一 那所以KiM 就是也大一 Ki是也大一 然后反持性的部分的话呢 你看到KiM是小一的话 所以Ki是小一 所以 变成 原来 你已经可以了解 这个磁化力的部分 大一 的物质 跟小一 的物质 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 那 在真空里面 磁化力当然就是等于0了 那 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进一步 我们就要来探讨 这三种 物质的磁化力 它是怎么产生大一 小一 跟眼大一